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也会发现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就算是不得不努力 但也是要比靠别人来的时机的多 虽然说你们部分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换了工作了 但是人事斗争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离开过你们 而你们最该做的事情我认为第一要有自信相信自己的实力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坚守你所谓的哪点原则 不知变通 创新和配合别人呢也会是2017年事业必须要做的这件事 那剩下的话就是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的干扰 我觉得坚持是一个比较难 但是呢有相对来说我认为后期在今年的后半年 特别是年底前你回顾一下这一年 你会发现你的坚持是换来很大的回报的 那另外呢我也想对金牛座的朋友说的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因为在现在这种内心烦躁的同时 希望你们也是能察觉到 其实你们身边还是有一些支持你的朋友和贵人的 你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培训机会啦 或者是一些新的工作机会 当然了这也真的只是开始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去跟随当下的这种潮流 就是你那个领域的潮流 不要固步自封 这一年其实能得到很多好的工作经验 比如说很好的工作培训机会啊 或者是其他别人能传授给你的一些经验 那么已经成为老板的金牛座 我觉得你可以招到很得力的员工 或者说也有不错的投资人啊 或者是很社会地位很重的人看重你 想找你合作或给你一些好的机会 那另外呢对于这个刚刚不社会 或者说已经打算换工作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也会在今年找到合适你的工作 或者是兼职机会 特别要留意一下今年一七 就是一七年的六月中旬和十月份的时候 机会很多 那另外呢也要说一下这个金牛座的朋友呢 其实工作这个事情 很多问题呢 其实今年也会跟人这个事情有关 所以后面的人际关系 希望金牛座的朋友特别的注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金牛座的情感部分 感情我觉得这个事情 会让现在的金牛座有点失望 也会让你有点怀旧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最近的2016年 就是一个桃花朵朵开的年份 但是今年就变成了桃花还不来 没错 去年的确是 真的很好的一年谈恋爱的年份 但是到了17年呢 我觉得金牛座的人一定要明白 每一年都有每年的主题 那这一年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工作不是恋爱哦 那有交友那项的金牛座呢 也要注意一点 不要因为感情的问题 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情绪 当然了也要学会平衡 因为事实上有些工作狂的金牛座 也会因为你的过度 这个专心在你的工作上面 也忽略了你另一半的感受 导致你的另一半对你的意见很大 那么另外要提醒一下 对于一部分今年刚刚不如爱情关系的金牛座来说 我想说你今年的感受肯定会不一样 因为它不再是去年那种 你享受那种重心统越的感觉 不管是怎样 别人都要迁就你啊 忍让你啊 都懂你啊 或者是照顾你的情绪啊 而这一年呢 你会发现事情变了 你好像还得去迁就别人 所以学会接纳别人的价值 嗯 不要坚守自己的 让别人为你改变 嗯 这个金牛座的人要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这一年的感情的主动权 会更多的在你的另一半的身上 守护心金星会在三到四月份的时间逆行 这段时间呢 会有旧情的出现 冲击到你现有的感情 而十月之后呢 那我相信很多的金牛座会 重新的认真的衡量你现有的爱情关系 那么有些人呢 可能会 嗯 轻受住考验 不如婚姻 也有人可能就此分手了 那么对于已婚人士呢 也希望你们要学会体浪另一半的感受 嗯 因为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 让对方坐你的后盾 就可以万事太平的年份 相信这一年会有的四次水星逆行 你都会造成你们之间的沟通障碍 那么包容体谅啦 多沟通啦 这都是你必然要做的 如果说你们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那么十二月底之后 就会酿成很大的矛盾引发婚姻危机了 嗯 接下来呢 要说到这个金牛座的金钱部分 嗯 相信谈到前 这也是金牛座非常关心的方式 金钱纠纷已经困扰了 你们近两年的时间了 不过恭喜你们 2017年只会是最后一年 嗯 应该是我未来二十多年的最后一年 你们终于要解脱了 嗯 但是呢 我觉得在没有结束之前这一年 嗯 将近还有这个十个月的时间 现在是二月份 那我觉得你们还是要 用这十个月的时间来处理各种的财务危机 包括你们自己的费用的超支啊 因接待他人导致的自己的财务状态不平衡啊 特别是要留意今年的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 这都是一个财务状态特别不稳定的月份 还有今年你的财务状财务问题呢 又不得不跟别人去打交道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让你们 嗯 想得单纯的去解决一些事情啊 直带直往的 你们要多花那么一点点心思 所以说也需要你们去注意休息 因为你们可能随时就突然的就倒了 因为 这不光是说你的身体劳累 更重要的是心灵方面 甚至你有时候会 心里迈不过去那个卡 所以我觉得读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书籍 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有个很大的帮助的 另外我要提醒金牛座的朋友在自我消费这个价值观上面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当你比如说 嗯 急切的想满足自己物欲的时候也会花钱去 怎么说呢 去填满自己这种欲望吧 但是呢 你购买的东西的金额相当的昂贵 但是呢 比如说在别的事情上你可能会很计较 比如说花一点小钱去帮助别人的事情你就不愿意做 嗯 我希望你们能在身心的修炼之后呢 懂得这个舍和德的道理 因为有时候你愿意去学会一些小小的奉献是无私的 但是 以后会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很好的收获 所以真的就是金牛座的人不要只想着去囤积 有时候要学会让一点东西出来 那 最后呢要提到这个金牛座的人际关系了 我相信这个刚才在说事业的时候 大家已经听到海王星在你的十一宫 我们要说一下海王星呢作为双女座的守护星 他的 关键词 也就是他代表了梦幻 或者是投入自己的舒适圈啊 愿意交朋友啊 或者是投入到一些团体当中 这才 让你们愿意相信有爱这件事情没有多久 就突然的给你们这样沉重的打击 多多少少我觉得会让你们失望迷茫 甚至会愿意退缩回去 因为你们的安全感让你们对别人有了深深的防备感 那么17年呢 可是又不能如你们的愿能退缩到你们所谓的安全感 因为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而无论是你的事业金钱还是爱情 甚至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都需要去跟人的交道 就会让你们很头疼 但是我要说这个世界上啊 是有好人还是有坏人的 所以不要一棒子打击 清理个喜锅 坏人就把别人都当作你的假想敌 我觉得每天抱着怀疑的心态去想爱你 这个人可不可以 那个人可不可以 我觉得 其实你虽然看似是处在安全当中的 但也阻断了你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渠道 就是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所以要学会试着去相信别人 接受别人 正在其他立场去看待你自己和别人 也许你会有新的感悟 那么另外呢 今年的三月后精心逆行的时间 会给你带来过去的朋友 那么当然了 会促进你跟过去的朋友的感情的联络 但是也要再说一句 今夜做的朋友 过去的安全 它其实是 是一个倒退的 因为人总是要去面对未知的东西 才会有收获 可是你们可能觉得 待在过去的关系当中就是安全的 然后因此呢 又会更多的去怀疑 或者说更多的找一个理由去脱离现有的人际关系圈 我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很理直的想法或做法 其实木星在你的六公楼 会给你带来非常好的职场贵人运 也许你们在初次的接触啊 或者说前几次接触不是很愉快 但是如果你愿意抱着一个开阔的心态去试试看的话 其实这些人给你带来的提升 也不是过去的人能带来的 但是呢 这个你需要多多少少的放弃你的固执 愿意去多配合 其实最后你还是能尝到甜头的 好了 这就是关于2017年的金牛座的运史 希望大家能喜欢